今天來了一位 優質歌手是不是 沒有... 你應該什麼叫沒有 那就不優質了 也不行啊 這只是媒體的稱號 那你優不優質嘛 又不是我取的名字 這次呢 他又以這個新的創作叫做 改變自己 我想他希望改變世界吧 今天我們來歡迎 沈正華Live Show的特別來賓 汪梨厚 你很高興 上明日節目 是... 我也非常高興這個 今天來了一位 優質歌手是不是 沒有... 什麼叫沒有 那就不優質了 也不行啊 這只是媒體的稱號 那你優不優質嘛 又不是我取的名字 我們都認為其實真的 王力宏是非常優秀的 質感非常好 所以就是優質歌手 謝謝... 笑納吧 不敢當了 那你是不是有什麼東西 要送給我 當然 你看吧 我先提醒他了 免得他忘記 這個呢 就是我的最新專輯 改變自己 就是剛剛沈主播提到的 是的 那這次提倡環保的概念 現在全球暖化是 全世界最流行的一個話題 希望可以跟這個 我們國語歌的流行音樂 結合在一起 這張專輯 感覺比較薄一點有沒有 對... 不要太過度包裝 對 它沒有塑膠殼 然後所有的皮都是再生紙 然後我們還有附送一雙環保塊 環保塊 對... 所以因為我們吃便當 通常我們是用那種免洗塊 一次性的 那這次就是 用環保塊 很多的木頭 對 所以我們常常用這些 一次性的環保塊 一年這樣子 有砍掉... 砍多的樹 2500萬棵樹 所以我們就是簡單 一點點每一個人 可以預備這個環保塊 所以好 立宏先請坐 我們慢慢來聊 那換句話說 你現在真的吃飯 就帶這一雙環保塊了 是的 就是買一個專輯 就送一個環保塊 對 所以立宏剛才一提到這個 我就覺得聽起來很新鮮 因為就是說歌手通常來講 他們當然希望每一次出片的時候 都會超越過去的自己嘛 然後在新的專輯裡面 給歌你新的體會嘛 但是放入這種環保議題 有些人會害怕說會太硬了一點 或者是說社教味 對 太勵志了 作教啊 你怎麼會想到這個想法呢 其實我一直都想要做一些 除了可能情歌之外的一些 我自己是個創作人 對 所以我會想要 可能我在國外長大 我看到很多國外的藝人 他們可以把他們政治的一些觀念 對 或是他們支持哪一位候選人 他們就可以去幫他站台啊 那在亞洲比較敏感的 這些政治的東西 但是不代表說 我們不能寫一些其他的社會上的 我們關心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流行音樂 它力量最大的一個地方 反而就是跟現在社會上的一些 反映一些現象 所以我就會想說 我以前也做過 大概1996年的時候 我也做過一張就是大地的窗孔 寫了一首歌叫做Nature Nature 大自然 中文版叫做是 那個時候也是想要提倡一些環保的東西 那陸陸續續也是做了很多的 比如說公益的歌或是慈善的歌 我都覺得特別有意義 那我在這張專輯就是 我覺得timing非常好 就是很多媒體也開始關心 這個全球暖化的問題 對 我覺得這個timing 真的是非常的好 最主要說的確這是一個 就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嘛 尤其是最近那個 美國的前副總統高爾 他就這個拍了一個 你不想面對的真相 他事實上訴求的也是環保議題 可是力宏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在做流行創作音樂 因為這一塊的時候 常常我們要考慮到那個市場性有沒有 就是說如果你太說教在裡面的話 你不會擔心說你的歌迷 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是這張專輯最大的一個挑戰 對 因為我第一次跟唱片公司說 我把我過去那個chinked out的一個風格 就是華人嘻哈的東西 少數民族跟嘻哈 或是金曲 昆曲跟嘻哈的東西 先拋開 然後我想要把環保的東西 放入這張專輯 他們也是很反對的 他們會覺得說 你的前兩張專輯是 銷售最好的兩張專輯 反而不希望你做太大的改變 對 但是我是慢慢地說服他們就是 這個是我覺得是對的事情 也是對的timing 搞不好現在過了這個timing之後 那更是沒有機會 那你的具體行動有哪些 我自己的改變自己的一些行為 其實在一開始是因為我看了 我上了一個網站叫做GreenChoice.cn 它是北京的一個環保網站 對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測試 對 就是你可以測試你自己的 二氧化碳的 製造量嗎 對 叫做Footprints Okay Footprint 然後我完了之後啊 就很多很多問題 最後的結論是 如果每一個人就像王力宏的生活的話 我們需要16個地球來支援 對 也就是說你事實上原來是很不環保的人 對 OK 我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坐很多飛機 你坐很多飛機 對 我每幾天就坐一次飛機 然後我就覺得很難過 我自己要提倡環保 我也很關心這個問題 然後我希望我可以更主動去改變一些 我回饋這個地球的一些東西 然後你趕通告你還要坐很多車子 有沒有 要使用掉很多的汽油 可是你怎麼不能以後到國外去游泳嗎 不可能吧 還是要坐飛機嗎 還是要坐飛機 但是我也會跟唱片公司 就是表示我的態度 對... 我們如果能夠一次就安排多些通告 不用來來去去 然後另外我覺得能夠透過我的音樂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一個力量 對我來講 是我最大的一個力量 跟我最大的一個誠意 去讓我的革命朋友 或者包括我自己 如果可以做一點點的生活上的改變 也一定會對我們世界有很大的貢獻 沒錯 有些事情或許我們一時之間 還沒辦法改變 不過還是有非常多的事情我們可以改變 所以王力宏他改變自己 他也希望大家跟隨他改變 來愛護我們的地球 我覺得這個議題很好啦 雖然談一談不明就有一點硬對不對 但是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傳送的一些概念 比如說你也整理了十件事情 這也是從高爾的紀錄片整理出來 那你有做到嗎 這十件事情 都做到 是 來 我們一個個來檢驗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敢不敢 好...第一個叫做什麼 換上省電燈泡 你家換了嗎 我有換 OK 地點開車這個也很容易 因為本來... 本來就是不是他開的啊 本來就是宣傳幫他開的啊 對不對 但是最近我上通告 我騎腳踏車去上通告 也是一個... 很可愛 對 就是一個...一個...一個心意啦 對 一個心意啦 對 上次是去參加那個簽名會的時候 西門町的簽唱會的時候 西門町的簽唱會的時候 對不對 你就騎得... 當然知道 我們做新聞主播的 什麼事情通通要知道 所以你騎腳踏車去西門町 我也注意到了 對 這是一個好想法 雖然不能常常騎腳踏車 不過心意到了 OK 資源回收 你怎麼做資源回收 這個就是可能在家裡面 垃圾分類啊 然後... I don't believe you You don't believe me 真的 真的嗎 你怎麼分嘛 那我問你 你垃圾桶可以分為哪三種 小學生的題目喔 我至少...我至少是廚餘 還有... 你會分廚餘啊 我會 OK 然後鋁罐 鋁罐 對 還有保特品 塑膠 塑膠類的 紙類的 也是另外一個 不錯耶 真的有通過喔 真的有概念 非常好 定期汽車保養 既然你不開車 那你就不用保養汽車了 但是這個也讓我覺得是 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意思啊 對 因為這個汽車保養 譬如說大家的輪胎的氣壓 如果...如果不夠滿 不夠足的話 也是會讓你的汽車比較耗用 對 比較耗用 其實很多這些東西 都會讓你反而省錢 反而...就是一些環保的東西 同時也可以讓你自己省 所以其實提醒大家 好 我覺得可以這個 支持這樣的概念 我覺得其實是很酷的啦 我相信很多的年輕人 會支持利弘這樣一個概念 有...我覺得年輕人 比較容易去改變自己 加油 再來一次 governors